这轩辕剑出剑气纵横三万里 一剑光寒十九州 人族他从来就不是神族的玩物 就在刚刚 人皇帝心面对主神奥丁的必杀一击 他不退返金 手握古剑霸气对撞 这强大的冲击力 也使得包裹古剑的外层古石一点点的脱落 至此华夏的上古神器轩辕剑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此剑一出引得东方所有龙祖长孝 绵绵之声不绝于耳 而且他竟然都传到了西方之地 这震撼也绝非西方一般神奇能比 此时人皇帝心手持轩辕剑金色的神圣之光笼罩全神 看得出来这是来自上古神器的护佑 帝心的肉体翻胎已经不再是他的软肋 而来自轩辕剑的威慑力 主神奥丁也自然感受得到 他甚至斥则生变 此一旦绝不能再拖下去 只见他双眼雷光闪现 以雄厚的神力引导雷电覆盖全神 甚至还导入了他坐下的机制 魔兽体内 只在瞬间 他肩膀上的两只乌鸦竟直飞入空中 突然两个巨大的身影顿时出现 众人定睛一看 倒吸一口冷吸 这空中出现的竟然是一黑一白两条飞龙 不错 这正是西方魔物七美辣 而这还没完 那两匹巨狼也顺时产生变化 黑色的雾气将它们笼罩其中 杀气也是猛增数倍 台上的宙斯嘴角微微翘起 似乎感觉已经胜全在握 原来这两匹巨狼乃是西方最为神秘的存在 名为梦眼魔狼 他行动诡异 无影无形 最为致命的是 被其咬上一口的话 即便是神 也要囚禁于那无尽的梦眼之中 眼见场上 形势巨鞭 人黄地心的身影显得孤独无比 但那份亡者之气 丝毫不减 只见得突然 举剑至天 大喊一声 物以人黄之名 划下身灵 听我号令 俗来 话音一落 只见天空之上 顿时暗淡 但已经扭矩的上空 也被撕裂开来 两道极具威严的黑影 从虚无中飞了出来 此乃 华夏的两位 上古二生 太阳主照 与太阴有影 这志在昆元 万物自食 乃顺成天 阴阳之力 化万物 他们承载的就是混沌之力 这梦眼魔狼 见此一幕 下意识的成 俯身之词 可谓是如临大敌 空中的黑白奇美拉 也开始不安了起来 而奥丁的手中 握紧了永恒之枪 就目前来说 他最关心的 并非突如其来的 华夏二生 而是包裹了 人荒地心全身的 轩辕见光 他大喝一声 坐下四大魔兽 直接攻了过去 而太阳主照 瞬间飞起 那炙热的气息 一时间让两条奇美拉 不敢靠前 梦眼魔狼 一身化污 围着太阴幽影 他来回旋转 似乎想要找到 其破绽所在 同一时间 奥丁也再次出手 永恒之枪 果不其然 地心原地不动 这永恒之枪 根本就没破掉 那圈圆剑的金光 这西方第一神器 总不会就这点威力吧 奥丁一听 激活攻心 面红而吃 这北欧神王 哪里受过这等屈辱 恼羞之下 他竟再次的扔出了永恒之枪 人们感叹 这奥丁一被愤怒 冲昏头脑 方寺已然大乱 果不其然 这一枪并未改变结果 可就在这时 奥丁竟然诡异的一笑 只见永恒之枪 将继次向同一个点 终于在最后一击中 轩辕剑光彻底的破碎 第九把枪 竟从人皇帝心的后背处 贯穿而出 原来奥丁的德罗普尼尔之戒 可以复制所有物体 而刚才的暴怒 也不过为了麻痹 人皇帝心 果然是劳奸巨华 一时间肠上的滑下观众 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的王难道要败了吗 可就在这时 人皇帝心他竟然